据朝中社29号消息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金正恩 28号指导人民军部队联合打击训练 报道称此次训练旨在判定前线和东部地区 防御部队的机动和火力打击能力 并熟练军种联合打击指挥 金正恩登上观察所指挥训练 朝中社称金正恩对训练结果表示极大的满意 金正恩赞赏各军种部队前线和东部地区防御部队 不管何时接受任何命令 也时刻保持可以立即进入战斗的 万全备战态势的战斗力 并向全体参训官兵致以战斗问候 和最高司令官的特别感谢 劳动党中央干部们官模训练